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俄军滥用人海战术 美国加大,远无力度 据乌克兰在前线作战的第92旅的士兵称 这个俄军和瓦格纳集团在巴赫木特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步兵集群冲锋 造成了俄军严重的伤亡 俄军都是以十人或者数十人为群组 持续进行冲锋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这些瓦格纳士兵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狂热 他们会爬过战友的尸体前进 在火线握倒,然后挖掘单兵战壕 躲在这个战壕里拼命的作战 据乌军拍摄的照片 许多战士的俄军士兵卷缩着身体 就像婴儿在母亲肚子里的形态一样 这些俄军很可能都是吃了冰毒 所以说非常狂热 俄军已经把大量的人海战术当成了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战争方式 俄罗斯认为自己有一亿多人 再牺牲个几十万 没关系 但是这个终究是有极限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俄军所牺牲的人主要还都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 比如说西伯利亚当地的居民和亚洲方面的 也就是高加索方面的一些居民 那些地方的人比较贫困,比较愚昧 当然牺牲他们对俄罗斯来说有好处 因为未来这些地区都可能造反 但是他们不能延续这样的模式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俄军就得在莫斯科正兵 在列宁格勒也就是彼得保圣彼得保正兵 那样一来就会引起俄罗斯社会极大的反叛 到时候俄罗斯的政权可能遭遇严重的危机 普京很可能无法再驾驭俄罗斯这时候破船 此外美国加大财政援助乌克兰的力度 11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 美国坚定支持对乌克兰的立场 美国又调集了45亿美元的增款 用于平衡乌克兰政府预算 这些资金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支付 这些资金主要是为了确保乌克兰的医疗人员 政府雇员和教师的工资 以及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援助 这将帮助乌克兰增强抵抑俄罗斯侵略的能力 耶伦强调 对于美国的这些增款 乌克兰将来是不用归还的 其实美国早就通过了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授权拜登政府 可以把数千亿美元用来支持乌克兰 但是租借法案的那些资源 很多是要归还的 虽然说归还到时候 可能只是一部分 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来看 美国的租借法案对英国 对苏联 对中国 以及世界上 站在反法西斯一边的那些盟国 都有大量的租借援助 但是后来大部分也都减免了 真正归还的还是少说 另外今天我看到一篇重要的文章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柳叶刀 说中国是饮食最危险 大家知道柳叶刀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医疗杂志 它的许多的科研成果都是历经多年完成的 2019年4月 柳叶刀发表了题为 195个国家饮食风险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论文 这个论文呢 论述了从1990年到2017年里面 大量的统计数据 这份研究呢 对190个国家和地区 因为饮食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 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 他们的研究发现呢 中国因为饮食结构问题 而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 居然排全世界第一 我以前一再跟大家强调 在过去几千年里 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 始终都是全世界最低的 稻缩第一 中国农业技术的水平呢 是全世界稻缩第一 这导致了中国的饥荒呢 倒是正所第一 也就是造成的这个 饿死人的情况呢 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呢 这份研究呢 又表明了中国的饮食方式 所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 也是世界第一 而且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个呢 几千年来也都是如此 比如最颠覆人们认知的结论是 最大的杀手 不是人们常常说的 西方的垃圾食品 比如说糖啊 脂肪啊这些东西 高糖啊高脂肪啊等等 而是中国饮食的 那摄入量太高 全股物量摄入低 以及水果摄入量低 因为中国的饮食呢 以米面为主 而且呢 重盐 喜欢吃咸菜 再加上炒菜的时候 放的盐非常多 很少用其他做料 主要是以盐为主 全股物摄入量低呢 就是呢 都是单调的加工食品 比如说以米为主食 以面为主食 它不是吃呢 各种各样的五股杂粮 还有呢 水果摄入量低呢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世界各地的人呢 水果摄入量这些年 持续在增长 在中国呢 相对而言还比较低 不过呢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呢 还是钠热摄入量 什么是钠摄入量呢 实际上就是钠离子的摄入量 钠离子呢 它包括盐 但是不仅仅不限于盐 它特别有包括了呢 这个添加剂 比如说亚硝酸钠 或者这个硝酸钠的食物添加剂 这两种食物添加剂呢 会广泛地用于新鲜机加工的肉类 特别是呢 加工鱼类和鱼制品 我们都知道 在凡是到国外生活的人呢 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肉类 鱼类的销售呢 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印度 在尼泊尔也好 在美国也好 我看到肉类销售都是在冰柜里面 冰箱里面 只有中国的肉类呢 除了像外国的超市 是在冰箱里 冰柜里以外呢 中国人大部分购买这个肉类鱼类呢 都是在街头的摊贩上 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不知道 那种肉类 那种鱼类 非常容易变质 而且呢 摊贩呢 为了防止变质 广泛使用亚硝酸钠或者硝酸钠来保鲜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你在把这些肉类鱼类买回家之前呢 烹调之前呢 这个肉类鱼类里面 已经加入了太多的亚硝酸钠或者硝酸钠了 所以说呢 这就导致中国人的钠这个摄入量太高 这些这个 还有呢 什么像古丸酸钠 纸油 这个豆脂油 还有这个蚝油 汤筋 调味盐 调味酱料 实际上呢 里面也包含着大量的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一名成年人每天仅仅需要两千毫克的钠 也就是相当于 大概一个小的这个茶匙五克的食盐 所有的钠分量 中国人普遍的摄入钠的这个量呢 是超标的 这个以健康饮食金字塔来说呢 这个钠鱼脂肪和糖一样位于金字塔的塔顶就应该吃最少 就是所以呢 如果我的各位这个听众呢 如果想自己健康长寿的话呢 那要尽量的少吃这个盐呀 以及含有这个亚硝酸钠 硝酸钠或者谷氨酸钠的就是含钠的这个食物呢 也就是调味品呢 要尽量少吃 要减少这个钠的摄入量呢 第一步呢 第一步呢就是要少吃加工和预制食品 改吃新鲜的农作物 以及肉类 另外呢就是选择未经腌制的和没有预先调味的冷冻农作物 以及肉类 所以说呢冰箱是保鲜的好办法 不要通过传统的保鲜办法 传统的保鲜办法呢 就是里面的钠含量太多 另外呢 在加工食物的时候呢 也尽量少用这个食盐以及含钠的调味料 改用香草啊香料啊各种各样的 其实现在西方的这个香料是非种类是非常多的 中国人呢 自古以来呢 营养不良 因为我仔细考察过 中国人在宋朝也好 在明朝也好 他基本上普通的 就是80%以上的老百姓 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有蛋白质摄入 他们首先没有肉类蛋白 他们吃不上肉 只有有钱人家地主家里面一年 也许才能吃上几斤肉 也就是说中国的即便是地主阶层 他的营养也不如美国的黑龙 他们的蛋白质摄入量 大概只相当于美国黑龙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其他的穷人就不要提了 然后呢也没有植物蛋白 因为中国人现在享有的植物蛋白 你比如说豆类 还有这个花生 这些实际上全部都是传教士 从拉丁美洲带到中国移植的植物 所以说这也就是最近几百年 从澳门开服以来才发生的事情 在那之前中国人基本上 普通人生活当中是没有蛋白质的 这个我们品尝试就知道 如果没有蛋白质的话 这个人就会自力低下 然后呢 这个寿命很短 所以中国传统的寿命一般就是三十岁左右 甚至呢比黑人还要糟糕 因为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 就是中国的皇帝 中国皇帝的这个平均寿命 尽管吃得最好 中医围绕他一天到晚进行调理 给他弄中国各地最好的 这个最有营养的食品来保护他 结果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 只有四十岁左右 比这个非洲酋长的平均寿命很低 那更是不能跟西方相比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这个君王贵族的平均寿命呢 都是比较长的 另外呢 这几十年呢 因为中国的几亿农民工给西方干活 挣了一些钱 所以中国的这个混得好的有钱人呢 就开始大吃大喝 加上这个假冒伪劣的这个食品比例太多 结果呢 健康状况也是令人忧虑的 尤其是中国的中老年人肥胖 更是普遍现象 我最近才发现这个 中国中老年人的肥胖呢 跟中国的传统饮食方式有关 因为全世界呢 都是实行分餐制 分餐制呢 它不仅阻止了一桌子吃饭的人 十个八个人呢 互相交换口水 传染病菌 还能够让每个人定量饮食 也就是确定你自己一餐 应该吃多少 而中式混餐呢 你用筷子那么刀来刀去的 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实际上 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 应该吃多少 而且呢 毕竟的那些肥胖的人呢 都是一些胃口极好的家伙 他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多吃 越吃越多 结果导致了越来越肥胖 几乎难以控制 另外呢 就是唐三呢 又传出丑闻 这个唐三呢 这个丑闻呢 是牵涉到一个婚前的协议 本来呢两个年轻人自由恋爱 女方呢 未婚宣孕 已经有四个半月了 在谈婚嫩嫁的时候呢 这个男方呢 就是唐三 比如说类似于陈继志的母亲 或者他那一帮人里面的 男方的家长 你看这个女方怀孕了 急着要结婚 于是呢 就要挟女方 就要求签婚前协议 而且这个婚前协议呢 极为蛮红 第一个规定呢 这个彩礼呢 只给9.5万 一般的现在唐三的彩礼 都好几十万 大几十万 就这区区9.5万彩礼 在婚后还必须还给男方家庭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不领结婚证 就是光举行一些那种传统的婚礼 总始婚礼 那个都是从法律上无效的 第三呢 无共同财产 也就是说呢 双方不买房子 不购置家具 没有共同准款 没有共同的投资 也就是 就等于像是瞎混在一起 就跟简直就 这个第三条呢 就是像两个人 就像男女朋友一样 第四呢 男方死后婚房归 男方父母所有 与女方无关 男方倒是 大概有一套房子 但是呢 就是只能住住而已 男方一死 那个房子呢 就要还给女方父母所有 这个世界上 哪有这样荒诞荒唐 蛮横的婚礼啊 所以唐三人 就是呢 心底就是那么邪恶 结果呢 终于惹恨了这个女孩子 她果断地堕胎 而且呢 堕完胎之后呢 她还把胎儿的尸体呢 装这个泡沫箱 她亲自送给男方家庭 说你们要的这个条件呢 我都在纸箱里 你们自己看吧 我的答复 结果呢 南方的家长呢 打开这个箱子一看呢 是个史泰尔 再仔细一看呢 是个南方的泰尔 邓斯呢 嚎啕大哭 顺地打滚 我看到那个现场的视频呢 旁边的邻居拉都拉不住 据这个网友观察呢 这个南方家里面 的确是太苛刻 因为他们就是求准了 女方怀孕四个半月了 不能再 难以再嫁别人了 所以呢 就趁机提出 各种蛮红的要求 但是呢 这个结婚不扯证呢 就是更让这个女方 她怎么敢生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 不就麻烦了吗 而且呢 这个人呢 非常了解唐山 了解中国人 她说呢 这个也是南方的 仔细的盘算 就是说 如果出生的是女儿 那么呢 结婚证就永远不打了 女方自己养孩子 男方呢 可以另外去找人 打结婚证 所以说呢 这个女方弄了半天 以为结婚的 跟嫁的是一个丈夫 没想到呢 自己去成了二奶 甚至三奶 但是呢 如果生的是儿子呢 双方可能正式结婚 而南方之所以悲痛欲绝呢 就是因为发现 他们被打掉的是儿子 所以说 有网友说呢 每次听人说 中共的计划 生育政策 残酷无比的时候呢 他们都忍不住 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的普通人家 如果打掉的是女婴的话 那么呢 这个中国人的家庭里 实际上是充满感激之心的 不能所有人都是 但至少大部分家庭 是巴不能得把这个女婴给打掉的 因为少张嘴吃饭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 女孩子是赔钱货 就是说呢 中国的男尊女逼现象呢 实际上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体现在生命权方面 如果被打掉的这个胎儿是男婴的话呢 讲老实话呢 这个中国家庭都恨不得 把那个大胎的医生护士的祖坟给跑掉 也就是恨之入骨 所以说呢 这里面这个网友分析呢 说超生99.9%的家庭呢 不是因为想要孩子 而是因为想要儿子 所以这又反映了中国人超生的原因 这个唐三呢 最近在中国是一个很火的名词 唐三呢 跟徐州一样大名顶顶 其实唐三和徐州呢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城市 你比如说美国呢 这个恰那套呢 被翻译成唐人街 全世界呢 都有唐人街 中国人常常以唐人街 在世界各地为自豪 而且大部分中国人 所理解的唐人街呢 都跟唐三有关 认为早期呢 是唐三人建立的街道 这当然反映出中国人的这个愚昧 普遍的愚昧 因为恰那套 如果你能够翻译成唐人街的话 那么接铺尼斯汤 是不是也应该翻译成唐人街 那越南越南汤 朝鲜汤 汤呢 只是一个就是小镇的意思 恰那汤呢 就是中国街 那么你其他各个地名的 克罗地亚汤 或者这个法兰西汤 Francetown或者接铺尼汤 是不是都可以翻译成唐人街啊 所以说呢 而且呢 最主要的是中国的文人呢 反而又把这个唐朝啊 唐人啊 跟这个恰那套 这种荒谬的翻译又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概念 所以以至于呢 中国人呢 好像是唐人是很骄傲的 你看那个李小龙 甚至专门拍了一部最有名的片子 叫唐三大雄 实际上哪有什么唐三大雄啊 唐三大雄就是唐济智 就是那个唐三烧烤案的 那个黑恶的主角 或者他那一帮弟兄们 可以被称为唐三大雄 现实当中的唐人大雄都不存在的 而且海外的唐人街 实际上跟唐三人 跟唐朝 跟唐人 可以说连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都是八杆子打不着边的 因为海外的唐人街呢 最早呢都是卖猪仔卖出去的 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南方的 尤其是广东台山那一带的人呢 把自己家里面最不听话的 调皮捣蛋的 不务正业的 准备 就是坐监饭科的那些人呢 用绳子捆捆 就偷偷地卖给了人饭的 人饭的呢 本来是给美国铁路公司招工的 但是他们发现招不到工 一个都找不到 但是呢 这个他们主要看在这个铁路公司呢 招一个给五十块银元 这个分上 他们就与中国的这个组长们 各个地方的家长们商量 说你把这个孩子给我 我分给你二十五块钱 那中国的家长一看 这个孩子将来他们的 透鸡摸狗 调皮捣蛋 打架到欧 无恶不作 早晚是要被其他人打死 或者受交官府 还连累他自己一家人 那与其如此 不如把他卖了二十五块银元 要知道那时候中国人 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 才一块银元呀 这就相当于 这个五个人五年的生活费 所以呢 就痛痛快快地 把这些人交给了人饭的 人饭的呢 当然 而且他们这些人上船的时候 全是捆着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实际上是 被中国人 诞成农历和废物一样 来卖给外国人的 所以这帮人到了美国以后呢 他们修了铁路以后呢 就在美国各地上 旧金山呀 纽约呀 聚集起来 建立了唐人街 唐人街呢 历来都是美国社会的 最底层 最黑恶的地方 就是卖自家 饭家 也就是李小龙这些人 说弘扬的这些地方呢 实际上是美国最黑恶的地方 到现在也是这样 是美国最肮脏的地方 因为我去过唐人街 无所次 那个地方的这个肮脏混乱 你比如说他把那个臭鱼烂虾 都挤满大鸡 主要的街道 让你这个臭气升天 这是在美国 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景象 但是呢 那个地方的警察呢 因为很多人都是华人 就包括邮局学校也都是华人 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所以有人说呢 你到了这个唐人街 你就感觉到跟那个福州差不了多少了 真是一个德行 还有这个唐朝呢 实际上是突厥人建立的这个王朝 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中国人也是硬往身上扯 扯来扯去呢 都扯到唐山 实际上唐山呢 其实呢 那个地方是真正中国黑恶的象征 现在新发生的这个案件呢 再一次证明了唐山的本质 另外呢 刚刚传来的消息呢 就是乌鲁木齐大火 这个乌鲁木齐呢 在11月24日晚上7点49分 这个小区的一栋高层住宅楼 发生了火灾 消防车呢 倒是很罕见的 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了现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乌鲁木齐戒严 这个大街上空空荡荡 不像以前消防车 还要不停的按喇叭 因为他虽然说有优先前 他就不能坐其他车吧 所以说呢 他慢慢腾腾的才能赶到现场 但是这一回呢 是分尺电竞般的 一路赶到了现场 但是到了现场就没用 因为疫情防控呢 防控呢把这个消防通道 全部由栏杆铁皮堵死了 这个一堵死了就很麻烦啊 他进不去 就消防车都进不去 他必须要拆除这些栏杆 还要拆除这些铁皮 所以说呢 当大火正在迅速蔓延的时候 当那些居民在屋子里 鬼哭狼嚎附近 几里路都能闻到 听到的时候 消防员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们必须奋力的去拆铁皮栏杆 又没有专业工具 你想想 那多么麻烦 这就耽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最后的结果呢 是消防队眼睁睁的看着火势 从15层蔓延到17层 阴气扩散至21层 到了当天晚上22点35分 这个明火才被扑灭 你看看这个时间 差了两个多小时 所以呢 目前呢 说是造成了 10人死亡 9人受伤 我估计实际措置呢 可能要高出10倍以上